植核性皮膚炎的診断 在一般皮膚科技師來說不是非常困難 它主要依據的是臨床現象 就像我們在最開始講的 除了小baby的植核性皮膚炎不談 一般成的植核性皮膚炎都發生在移動區 所以它會從頭皮的頭皮屑開始 會常見你初期的健康就是在眉毛間的一些紅紅 鼻翼的紅紅這是最常見 之後它會在胸口脫皮 那已經到很後面了 所以如果你在這些地方看到 輕微的發紅、輕微的脫屑 你大概就可以考慮去看醫師 這時候它就會告訴你大概是植核性皮膚炎這樣 那在什麼情況下你一定要去看醫師 其實植核性皮膚炎因為蠻常見的 大概差不多百分之十幾二十的人 常常植核性皮膚炎的病人 常常處於中等發作狀態 所以你需要去看醫師的情況 是因為你的皮膚已經紅了 已經干擾了然後不舒服了 不太好睡覺或者會癢 這時候我建議你還是去看一下醫師 當你確診了呂患植核性皮膚炎的時候 你就要去思考一般醫師怎麼看待這個疾病 一般醫師在認為植核性皮膚炎 就像我們一再強調的 植核性皮膚炎就是油脂過多 然後造成皮膚炎就是它最原始的定律 所以第一個油脂過多這件事跟體質有關 因此有些人會有植核性皮膚炎 有些人不會 多的人當然比較容易罹患 你家很有錢不表示你要亂花卷 油脂過多這件事跟體質有關 因此植核性皮膚炎幾乎很難斷 然後之後因為油脂過多就造成皮血牙包進的整身 所以你在做植核性皮膚炎的時候你會考慮到殺菌 那接下來植核性皮膚炎的皮血牙包進增生以後 它造成發炎所以你會表示它醫治發炎 所以一般醫師在治療植核性皮膚炎的思考大概是這樣 第一個不要熬夜保持作息讓它不要出油 因為我沒辦法控制你的體質 第二個如果它出油了皮血牙包進來我就殺菌 那如果殺菌也控制出油它還在發炎 我就給點類估水 所以基本上植核性皮膚炎的治療邏輯 大概就是這三端論這樣子 接下來我們要談到的就是比較爭議性的話題 就是類估純到底是好東西還是壞東西 身為皮膚科醫師我要跟各位講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現在已經是21世紀了 簡單講你有藥 你為什麼還要用一些亂七八糟的東西 你懂我意思嗎 就是說類估純其實是好東西 它拯救了很多人類的事情 但是類估純最主要的問題就是為什麼大家談類估純色變 並不是因為類估純本身 而是因為它太好用了所以大家都濫用 類估純在皮膚科歷史上最有名的一個東西叫 福倫康事件 就大概差不多四五十年前 剛開始經濟騰飛的時候 一堆人跑去買那是那麼好 然後華工當年去日本的時候 然後買了一大堆那個鮮蛋藥膏回來 然後也可以擦那個也可以擦這樣 類估純的濫用才是真正類估純的問題 那因此植物性皮膚炎的治療裡面 使用類估純的時候 其實皮膚科歷史很擔心的是 我開給你類估純 因為類估純的效果很好 我開給你類估純很差 你就很高興以後你就不看 下次你只要一發作 你就跑去藥局買 因此類估純最主要使用是濫用 長期使用 那因為類估純這個東西 它是抑制皮膚發炎的 另外它也會造成皮膚的生長的問題 所以類估純最常見的兩個問題是 皮膚的薄化 皮膚的那個好性和壞性的錯亂 以至於造成一些刺激性的感染 就是莫名其妙的壞性發炎 然後這個更大的問題是 植物性皮膚它對類估純上癮以後 你來治療它的植物性皮膚炎 就會出現後續的問題 你要處理它原始的植物性皮膚炎的問題 你要處理它對類估純的問題 也就是說如果它吃了毒品上癮以後 你要處理它原始的 它為什麼需要吃毒品現在有憂鬱症 所以你要處理它憂鬱症 可是你要在處理它的那個毒品的階段 你就會變得很麻煩 因為在類估純使用上 如果你要用類估純 我建議你要跟你的醫師非常非常密切的配合 不要隨意的認為類估純很好用 然後就去買回來用 這是非常非常大的風險 類估純的風險就在於濫用 請不要濫用類估純 幫我們 revolutionary 但是我們可以拿去